就两种形式而已 一种是什么按按钮 一种是插入函数 那请各位慢慢不用 不要把它搞混了啦 反正一个是一定是一个什么 sub 有没有 一个是function OK 然后呢sub一定是对应到一个按钮 对不对 function的话呢就对应到什么呢 对应到插入函数 那VBA特别注意啊 因为你会发现啊我的VBA环境一定是本来是这么大 对不对 我一定把它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呢你的程式呢 基本上都是看着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去写下一行程式的 都不是 用背的啦 也不需要去背 那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就是看你需要做什么动作 你去把那个逻辑给想出来之后 逐行逐行的去把它 做完毕 那你这些事情就可以 让你一键完成了 那当然目前你们学的 还不够那么 复杂 不过未来我们会 越加越多 那你可以越写越复杂 越写越多 自然而然喔 你可以慢慢的 跟你工作上可以 可以把它match在一起之后 那你可以 当然最最最终的目标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逻辑 每天都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透过VBA自动把它 你把它写出来之后 按一下它 自动就全部 要不帮你搞定 这大概是终极目标 可不可能呢 我想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 成功的案例非常的多 因为以前学过的同 你们的学长姐 可能在职场上面 看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 比较正向的 如果他愿意花时间 把这些东西学好的话 大大的减少 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 然后多很多时间出来之后 他们也很聪明 再把多出来的时间呢 拿来学习VBA 正向的循环 这样的话 让他工作效率更高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时间会 好像感觉越来越多 OK 真的蛮多 我说 就上班太无聊 FB一直跟我 最近还有同学说 他又想要学什么R 学Python 他学了之后发现 好像还是VBA比较简单 因为VBA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 他说R 还要在 呼叫外部的东西 可能你是一个CSV 没办法直接开e-sale档 还要再把e-sale 转出成 是可以啦 可是你要package 对不对 可能CSV 不然你就让他去资料库撈 光这些东西 写完你头壳就已经炸掉了 因为他的程式 比这个复杂太多了 他不是 就是 这种东西其实每个特件不一样 只是说 我说不然你习惯不然你就背后用VBA写 那交差你就说你用R写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做 其实 但是最后老板是看结果 他 或者是说你可以两者之间怎么样 可以 互相搭配 其实没有人说一定要你只能用一个工具 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像我的习惯 黑猫白猫啦 真的会抓老鼠就好猫啦 你不用管说你用哪一个东西去把它做出来的 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 蛮重要的 工具就工具 也不要专流找尖 管他什么 就好像你说 我用Mac比较厉害吗 我用Windows比较差吗 不见得啊 很多Mac上面装Windows的 对就我买个Mac 买Mac的笔电回来 就用半天发现 很好用 但是什么都要钱 你要装什么东西 跳一个价格出来 要不要 刚开始会 犹豫一下 后来就想说 直接灌Windows 没有后来没有 我是灌双开机 开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选 哪些比较好就用哪些吧 就不要转六脚尖 而且 发现 Mac好像比较不耐用 没有 这个个人用 我不知道 我其实真的很少用 但是呢 有一天发现 他坏掉 没有 这个可能每个人使用 好 画面先往里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就是 成绩输出的话 大家这样看起来不清楚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过 假如 你不要用设定格式化条件去做 这边有设定格式 有没有 你可以新增规则 如果 A B C D 有不同的格式化 但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直接 在VBA里面 做 格式 OK 那有大概我想到有四种 哪四种demo给各位看 这个 成绩多种加个颜色 那主要呢 A 很简单 一般性的需求 就是 变成蓝色的字 OK 当然你可以变其他颜色 B 做什么 底色 变成 黄色 OK C 做什么 加一个框线 框线的话就把它框起来 D 跟A蛮像的 不过换个红色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粗体 OK 大概就是这四种效果 那其他如果你将来要运用在你工作里面的话 直接拿来 直接拿来改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参考这 那怎么做 一 成绩多重 那其实 这个程式 你可以不用重写 其实很多时候 程式呢 怎么写比较快 其实 大部分就是 如果人家已经写好 你拿来改是最快的 不过前提是 要有人写好给你改 如果没有那怎么办 所以我云端上有很多的范本 对各位未来应该 都会很有帮助 因为呢 你就拿来改 不是比较快吗 那不能这样改吗 当然可以啊 没有人说不行 反正学习程式 其实我是觉得也没有固定的规则 最重要是怎么样 你想到一个你自己觉得最舒服 最觉得 没有压力的写作方法 其实都OK啊 反正 不过后来发现 最多人用的方法还是 复制贴上 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复制贴上 那我是建议 你就要自己 建立 一个 什么 可以复制贴上的一个 一个资料库 什么的 以后你将来 也比较好复制贴上 OK 当然 没有问题啦 也不用那么辛苦 从头打到尾 OK 因为你本来就会的话 那你不用那么浪费时间 像我自己也一样 只是因为我打习惯了 打那些都没有问题啦 只是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那你可以用 复制贴上来改 所以呢 成绩多重 改成成成绩多重颜色 怎么改 一 直接 或者直接到你的那个开发人员里面去 找到什么 找到成绩多重 按编辑就可以了 编辑他会跳到 你VBA的位置 的模组里面的 这个成绩多重 那我只是Ctrl C 然后呢 把它Ctrl V贴到这边来 就这一段 那我拿这个来改好了 直接拿这个来 改 这样比较 你不要 应该比较清楚 那第一个我是什么 贴上之后呢 改两个字 多重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希望你把 把它变成 蓝色的 所以通常我是在 当他输出A之后 我要顺便把这个储存格 的格式 变成蓝色的 那怎么变蓝色 特别注意 你可以打一个 Sales Sales指的是所有储存格 你把它点下去 它的纸物件有个叫Fone 诶 有没有这个Fone指的是什么 就字形 或者你可以叫它属性 也可以 这边有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 属性 指的是什么 它的字形的设定 点 诶你会发现有个Color 你可以 Fone的Color 等于什么 蓝色 那将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想到VBA里面的颜色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它叫做R G B RGB 顾名思义 就是红 绿 蓝 那因为红绿蓝 在那个 VBA里面的话 它总共一个红 就有256 2的8次方 绿也有2的8次方 所以 蓝色也是2的8次方 所以相乘的2的24次方 大概是1000多万种颜色 总共 我们能够显示的 不过你想说 我干嘛1000多我只要一个颜色 就蓝色 蓝色怎么表示 有没有红色 没有 输入0 斗点 有没有绿 没有 有没有蓝 有 最大 那因为我刚讲过 2的8次方 是256 可是从0开始 所以最小是0 最大是多少 对255 所以这边输入255 后刮符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表示什么 表示先输出a之后 再把它的底色 我跟大家讲 把它字的颜色 改成 蓝色 特别注意 我这边 Sales这边扫一个刮符 有没有 请你把上面这个刮符搬下来 复制贴过来 最后记得要补一个刮符 你想说老师 你有什么最后再补一个刮符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若补了刮符 你点下去 那个缝点 它不会提示 没关系 如果你打了顺的话 你可以先打个刮符 自己再打一个缝 其实 不难记嘛 缝点 只是说它点下去没有什么 没有提示 就这样而已 如果你打的顺也OK 只是说如果你 不加刮符 点下去 它有个好处 会提示 OK 大概差别在这里而已 Fone点Color OK 第一个是 把字改成 蓝色 第二个呢 把那个 什么呢 把这个底色 改成黄色 底色黄色 那底什么 改成黄色 一样打一个Sales 点 底色的话特别注意 它有个属性叫Intero I 打一个I就可以了 有没有 Intero OK这个 点 什么呢 Color 其实你会发现做法 跟刚刚蛮像的 把这个 这个属性换一下而已 字的颜色跟底色 等于什么呢 黄色 那黄色怎么来的 RGB 所以颜色 瓜糊 黄色要怎么变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以前的美术课 只要把两个颜色加在一起 就变成黄色 请问是哪两个颜色 红配绿 红配绿 所以红色 255 豆点 255 红色加绿色 蓝色 没有 零 这样子的话呢 刚好 就会是黄色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会知道 背不起来 怎么办 没有关系 不用背 你只要切到以色料里面 的常用 这部的油漆桶 对不对 你就在油漆桶这边点一下 其他色彩 先找黄色 自定一下 有没有看到 25 25 零 不就有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 那个一般的黄 我要浅黄色 那怎么办 很简单把这个 三角形往上拉 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浅黄色 意思是 把蓝色多一点点就好了 OK那至于多多少 你如果记不得你干脆就是梳理百五就好了 就这个颜色 OK 或者200 有没有 更浅 OK 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取得颜色 然后 最后的话呢 还有什么字的颜色 字的底色 然后呢 再来框线 框线的话呢 就是Sales 点什么 Boulder Boulder 有没有 Boulders 不过你会发现 打个B就出来了 点下去很好 因为他不用背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 其他那个intro phone 都没有加S 那为什么 Boulder 加S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框线不只一条吗 上下左右 有没有 所以呢 一个框线 是有很多条线所构成的 只是说你要不要针对 那些 线条做颜色 所以你可以Boulder 点什么 点Color 等于什么呢 红色 RGB 红色是255 点0 点0 OK 好 那记得把这个刮壶有没有补上去就好了 我习惯了Ctrl 拖拉 那这个是 加粗体 加粗体怎么加 点什么呢 粗体 先用 先用phone 它粗体是在phone 里面的那个什么 有没有 bo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跟这个还蛮像的 在 这边 这边是属于字形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不是这个字形 字形里面还有一个b 还有个邪体 所以其实 这个概念差不多了 所以你将来 有些 其实这边我没讲的 你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对应的 属性 去变更它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 点 这个board 那它不是RGB 它是有没有 有没有的话是等于什么 等于True True的话呢是 打开 关是什么 关是false False是关 那我们是True 所以 OK 然后 大概是这样 这边最后记得把刮红放进来 如果颜色顺便要 字的颜色 要把它改红色的话 直接拿这边来改 这边改成红色 所以255 这边改成零 这样就好了 OK应该可以看懂我的叙述 所以这些 就是从成绩多重 拿来改成颜色 然后呢 顶多在下面多加一行而已 OK 这些其实基本上也不用背 因为 都是蛮可以理解的 那我们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我先把它清除 好 这边的话呢 它第1个先输出A 再输出什么 颜色 有没有 颜色我是 把它放一个那个什么颜色 这个蓝色 所以 加个颜色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变蓝的 另外一个C 这个是C 输出个C 加框线 有没有 因为它的框线不止一条 左右上下 有没有 所以Bolders 再来是D L 输出D 然后把它加粗体 有没有 这个都有粗体效果 红色字 OK 然后一类推达 然后再来是B 加底色 不过你会想说 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这边忘了加什么 瓜糊 如果我忘了加瓜糊意思就是所有的储存格 加了瓜糊是指的那一个储存格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要加 如果你 错的话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就是你可能要把它全部 变回来了 OK 那怎么把它全部变回来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就是 Ctrl G 然后 直接把这个Sales 它的底色 改回来 Intel Intel 的Color 改为什么呢 改为没有 那就是清除 清除我这边有讲 这个 XLNUM 把它改成没有 点Color Excel 等于 Excel Excel里面的 常数 NUM是没有 Enter 清掉了 不过这个地方是 直接在哪里 直接在即时运算 这边有个叫即时运算 如果将来 目前用不太大 可能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可以用即时运算 视窗 在这边直接打 马上可以 帮你做动 不过 前提是 你在中断模式下 把它改一下 改回来之后呢 再试一试 B Intel Color 这时候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只有 一个 储存格 它就只用 一个 特别重要 所以记得 尽量 检查一下 瓜糊不要漏了 因为常常同学有那个 漏瓜糊的问题 全部变蓝色 全部 变框线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 这个 在云端上也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成绩多重加颜色 那 云端上有啦 如果细节部分 假如一下子没办法完全记起来的话 我是建议用理解的啦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难理解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